好那我们说对于通用施工 我们说完了某板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条 也就是钢筋的施工 钢筋某板混凝土 那这个钢筋首先第一个一般规定 钢筋应按不同的钢种等级排号规格 以及生产厂家分批进行验收 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那我们说对于这些钢材 我们运到现场直接使用吗 不行我们得验收 要检查这些东西 检查这些钢种等级排号 那我们首先要看什么 看进场的这些材料 它的这些名牌上 那往往我们这种大直径的钢筋 一般是以直线的成捆的这种形式 运动到现场 在端部会有这么一个名牌 而对于这种小直径的这种钢筋 我们会形成牌的这种形式 成牌运到现场 我们看这也有标识 那这些标识 除了有我们上面说的这些 相应的内容 还有相应的颅号啊 批次啊等等 那都会体现出来 当然我们说这些要进行验收 验收这些最初的东西 我们后期还要干什么 还要在监理的见证下进行取样 送检至哪 送检至 由建设单位委托的 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力学性能试验 当力学性能试验检测合格之后 给我们发了这个检测报告 OK了 我们才能真正的使用到我们的施工现场 好 这是这块 一般规定的第一点 那我们再看第二点 那钢筋在运输和存储加工的过程中 要防止锈时污染和变形 在工地存放时 按不同的品种规格分批分别进行堆叠整系 那不得混杂 并应设立相应的标识 然后存放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说白了 这句话说的内容就是 主要的思想就是 你别让它生锈 对吧 而且你要把它码放清楚 我十个的钢筋 二十个钢筋 它要分清楚 那在这里 要干什么呀 要进行分类存放 我们如图做事 可以看到我们这些钢筋 对于不同型号的钢筋 来分别的进行存放 主要考虑的就是 我们拿取比较方便 而且我们要保证这些钢筋 不受锈时 不受这种风雨雪的侵蚀 我们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啊 我们还需要给它做支架 给它做棚子呀 那不要让它时间放的长了 就发生锈时 所以在这里 存放时间不宜超过六个月 而且现场我们还要有什么 防排水的设施 不能直接堆放在地上 我们看这些支架都已经放上了 然后我们钢筋要放到支架上 对吧 那在这里 钢筋不得直接置于地面 应垫高或堆叠在台座上 顶部采用的是合适的材料 来进行覆盖防雨林 防雨水的浸泡 对吧 好 这是对于这个钢筋 注意几个数值 一个是六个月 那主要考虑就是别袖使 对吧 那还有相应的 它的这些品种规格分批 马上整机 标准化作业 现在我们都要求这么去操作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钢筋的级别种类和直径 应按设计要求来进行使用 当需要代换时 应由原设计单位做设计变更 那我们有的老铁说 你这块为什么要进行代换呢 可能我们施工的过程中会存在什么问题 存在施工的到这块 我们又要赶进度 你现场有没有这些钢筋 我们说拿个其他的别的钢筋 替代一下行不行 我们说原来你这是16的 我现在用18的钢筋 能不能行 我们用的钢筋更粗了 成本更高了 但是我们又想保进度 能不能行 不行 我们又有老铁说 我们这个总工很专业 很厉害 他能够进行等截面代算 还有什么受力代算 能不能行 也不行 注意 我们需要进行代换 没办法代换 需要干什么 需要由设计单位做变更设计 对吧 那报监理 然后监理再报 我们的介绍单位 介绍单位跟设计单位在进说 设计单位 再把这个设计变更出来 以及我们的工程上清单出来之后 接下来给我们的监理 监理发变更令 对吧 所以这一块说到 你变更 你要进行替代 能不能随便 不行 注意这一点 第四个 预支构件的吊环 必须采用的是 未经冷拉的热渣光源钢筋制作 不得以其他钢筋替代 且其使用的时候 它计算的这种 拉应力不应大约65兆帕 那我们说 对于这种预支构件 它有这些吊环 它施工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构件 做完之后 给它打进个吊环吗 并不是 而是在我们施工构件的时候 钢筋绑扎的过程中 就已经把吊环预埋进去 我们这有一个典型的图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的典型的 小型的空心板梁 它施工的时候 它有吊环 这个吊环我们看 就是这一块的结果 在我们进行 两体施工的时候 两体的钢筋 和吊环 要同时进行施工 那施工完成之后 后期我们胶着完混凝土 就能只能看到什么 只能看到 在顶上这两个吊杆 那我们说 这块钢筋 直接这么做 那这个钢筋 我们看使用的是什么呀 使用的是光源钢筋 而不是带类钢筋 那主要的作用是 我们再进行施工的时候 这个光源钢筋 更好进行操作 而且它能够保证 在我们制作完成之后 进行雕装运输的时候 保证稳定 而且不会对我们的 雕装器材造成损坏 对吧 比如说我们看 在这里我们经常有老铁桌 你为什么不使用这种 螺洞钢筋 好我们假设 这里使用的螺洞钢筋 这个钢筋上面 全有这些 我们的这种类纹 那好 我们使用这个吊钩 再吊住这个吊环的时候 我们说在这里 吊钩和我们的类纹 这个位置容易发生摩擦 而造成受力不均 发生湿纹等 那这是对于我们这种吊钩 如果我们使用的是钢丝绳 从这进行穿吊的话 钢丝绳在吊运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我们的这个 类纹 它的摩擦 造成钢丝绳的损坏 而造成构件 发生脱落破坏 所以在这里 我们使用的是光源钢筋 那我们看 还有一个是未经冷拉的热扎光源钢筋 那我们说未经冷拉 冷拉什么意思 冷拉就是在常温下给它进行 伸长 拉长 那拉长会有什么效果 拉长它的强度会变大 脆性变大 但是它的柔韧性会变差 容易发生脆断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说对于这种吊环 我们使用的是未经冷拉的热扎光源钢筋 而不能使用罗温钢筋来进行替代 要求其使用时的这个设计计算的拉应力 不应大约65兆帕 所以这块就要注意 这个数值性的内容和它的材料要求要清楚 对吧 那我们再看第五点 在胶筑混凝土之前 应对钢筋进行隐蔽验收 曾经我们在道路部分也给大家说过 那在这里进行隐蔽验收 主要就是检查我们的钢筋数量型号 兼具位置 预蔽件的型号 兼具位置等等 那这些检查的好处在于 当你不检查 直接胶筑完混凝土了 这里边原有的这些位置 我们能看到吗 就看不到 所以这叫隐蔽验收 那我们需要在你进行胶筑之前 就要检查这些位置 一旦有了错 我们还能进行修改 一旦胶筑完成 就没办法再动 对吧 我们可以看 现场 我们这戴白帽的老铁神 监理 对吧 那监理在这正在拿着尺子 给你数数数 看看间距等 检查应对 我们胶筑前的钢筋进行隐蔽验收 同理 我们说钢筋进行隐蔽验收 我们的模板是不是也得进行 胶筑之前的检查 那模板在胶筑之前 我们要检查模板的尺寸位置 那在这一块是否和我们的结构 构件的尺寸相一致 以及它的加固效果等等 也需要进行检查 好 这是这点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钢筋加工 那对于钢筋加工而言 刚才也给大家看到了 关于我们这种大直径的一般都是什么 成捆的过来的 那对于这种小直径的 我们是成牌的 是弯的 对吧 那我们需要首先对于这些钢筋进行钢筋的调制 那对于钢筋调制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中给大家展示的就是 我们涉及到钢筋调制的过程 我们使用的是专门的钢筋调制机 那钢筋调制机通过我们这个万向的这个滚轮 把我们的这个弯曲的钢筋进行调制 然后还可以进行相应的切断 结断 那通过这一系列操作之后 可能会造成什么 钢筋它的一个变长 那在这变长 也就是在常温状态下 我们叫冷拉变长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说对于这个变长要考虑到它变长不要过大 你如果变长过大 实际上把我们的钢筋内部的晶体结构发生变化之后 它会变硬 但是会变脆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经常所说的这种瘦身钢筋 容易发生脆断 不行 我们有要求 钢筋弯制前应先进行调制 优先选用机械方法 如这个图所示 对吧 那采用的是冷拉法调制时 HPB300的钢筋冷拉率不得大于2% HRB400的钢筋冷拉率不大于1% 说到这些数值 其实意思很简单 HPB HRB H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热渣 那P指的是光源 B指的是它的屈服强度 就是热渣光源钢筋 那在这里 它的屈服强度是300兆 那同样 HRB代表的是热渣 R代表是带类 那在这里 热渣带类钢筋 它的屈服强度400 注意这两个伸长率 一个是2% 一个是1% 都是不得大于 那主要还是考虑到 你不要通过冷拉法调制之后 把它变成瘦身钢筋 变脆变硬 那不好 对吧 就这一口 好 我们再看第二点 固筋弯钩的一个弯曲直径 应大于被固主筋的直径 且HPB300不得小于 固筋直径的2.5倍 HRB400不得小于 固筋直径的5倍 说到什么 说到是我们的固筋 那固筋固筋 固筋固住的是什么 固住的是主筋 那我们要求 首先应该是大于被固的主筋直径 而且当你使用的是 这种热渣光源钢筋 那区步强度300吧 HPB300要求 它的这个 窝的这个 弯曲直径 要求是大于 2.5倍的 固筋直径 对吧 不得小于 那如果说 HPB400不得小于 多少 5倍的 对吧 那还有就是 关于我们的 弯钩的平直长度 一般结构 不得小于 固筋直径的5倍 也就是 弯钩 比如说这是钢筋 在这窝弯 窝到这个弯 它多出来 这个弯钩长度 5倍的固筋直径 那这个固筋直径 就是我们 钢筋的这个直径 对吧 这不是地吗 对吧 那如果说 有抗震要求的结构 不得小于 固筋直径的10倍 那如果有 抗震要求 那这块就变成了 10倍地了 还注意这点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钢筋 亦在常温状态下 弯制 不易加热 钢筋 亦从中部开始 逐渐向 两端弯制 弯钩 已经一次完成 实际上这块 也就是我们在 常温下 整弯就可以 不要进行加热 因为加热 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钢筋内部 晶体结构发生变化 这个晶体结构是什么 这个晶啊 它里边的这个 钢筋的一个 内部结构 晶体结构 所以在这儿 注意都是常温下的一个 那弯钩一次完成 从两端向 从中心向两端 逐步弯制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第三点 钢筋的连接 那对于钢筋而言 我们说做一个结构 不可能从头到尾 用一根钢筋 我们直接做 是吧 那我们说这些钢筋 需要进行接长 那我们设计有要求 按设计 如果设计没要求 但是我们要符合 相应的规定 第一个 钢筋接头 采用的是焊接接头 或者是机械接头 那我们说 无非就是通过焊机焊接 或者使用这种套筒啊 等机械接头 零连接 那对于接头 焊接接头 优先选用的是 闪光对焊 那好了 闪光对焊 那说的是什么 两根钢筋 需要对焊起来 对到一起 而且焊的时候 要有闪光 好 我们简单理解在这 我们看到 2018年 广东选择题 考察这个 我们看看图 对于连接来说 机械连接 无非使用的是 这种套筒 我们直螺纹啊 或者是追螺纹的套筒 那在这里 通过把我们的钢筋 两端套丝 让它进行 螺纹的一个连接 我们说使用 这叫机械连接 那对于对焊 刚才说了 闪光对焊 来对到一起 而且闪光 我们看这大叶 正在进行 闪光对焊的对焊 那其实闪光对焊 也原理很简单 即使把我们的钢筋 两侧啊 通上电流 给它因为电阻的加热 把它进行 加压对接的时候 那加热的端部 来进行焊接 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焊接接头 因为这个过程 产生电闪光 所以在这叫 闪光对焊 其实这也属于 这种电阻焊的类别 那当然了 这块它的特点 闪光对焊 对吧 对接的时候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当普通混凝土中 钢筋直径等于 或小于22毫米时 在无焊接条件下 可采用的是 绑扎连接 那我们这里 说到这里 实际上就把我们 这几种连接形式说完了 那一个是焊接 一个是机械连接 其实还有一个绑扎连接 但是绑扎连接 你想我们焊的牢 机械连接牢 还是这个绑扎牢 一定 首先焊的牢 那其次是机械连接 也比较牢 那我们说绑扎 绑扎绑扎绑起来 拿什么绑 拿扎丝绑扎 那我们可以看到 哎 我们说这些节点的绑扎 钢筋搭接的绑扎 还有我们人工的S精操过 是什么 使用扎丝绑扎 对吧 那这个绑扎注意 要求的限定 没有焊接条件 我们说可以绑扎 那在这里直径要小于或等于22毫米的时候 可以采用 但是又一个注意 受拉构件中 钢筋不得采用绑扎连接 注意受拉构件 你想我们说钢筋绑扎 哎 这是一个钢筋 这是一个钢筋 通过绑扎绑扎 哎 在这绑在一起 那在这受拉的话 这块容易脱开啊 不安全 对吧 在这受拉构件中的主筋 不得使用绑扎 注意他说的是 受拉构件中的主钢筋 不得使用绑扎 那你说其他的钢筋 能不能使用 比如说钩筋啊 其他的也可以使用 所以在这 不要把这块 以偏概全 对吧 好 这这块 我们再看第四点 钢筋骨架和钢筋网片的一个交叉点 一采用电阻点焊 那这个电阻点焊 实际上就是通过 我们的这个焊接的焊点 通过我们对它进行输电 哎 加热我们的焊接的构件 让它产生这个融融 然后进行焊接 我们这个图中给大家展示的 就是我们这个电阻点焊钢筋网片 我们看一根钢筋放入 然后我们有纵向钢筋 通过我们的焊接 上下的融焊头 然后进行焊接的时候 给它夸这么一过 就把我们这两个钢筋的一个焊件 就中间融化 焊接成一张底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原理图 这是我们现实征进行加工 钢筋网片 就是这么干的 哎 简单有这么了解 注意在这里 这个是为了让您进行一个了解 考察什么 不要被这个图所吸引完毕 我们这上面是考察点啊 交叉的网片的电阻焊 那我们说对焊是什么 闪光对焊 对吧 那钢筋对焊 那说到这几种形式 闪光对焊 哎 还有我们的钢筋网片 还有我们的这个绑扎 要求小于等于22毫米 以及受拉不能使用绑扎 那还有我们的机械连接 对吧 这几种 那当然我们还有要求 钢筋与钢板的一个T型连接 你采用埋乎压力汗或者是电弧汗 那T型连接 为什么钢筋和和这个钢板要T型连接 你做这个干嘛呀 其实往往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 两体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结构里边的预埋件 那这些预埋件一般都是钢板和钢筋连接 形成的 那这个钢板钢筋连接 这个位置一般使用的是什么 埋乎压力汗或者是电弧汗 那我们说对于这些预埋板或者说这预埋件 它用的最多哪 我们说最常见的是哪 是我们的两体预制的时候 我们在制作的位置 我们说在两体里边预做的预留的这个预埋件 就是这样 对吧 我们再看第二点 钢筋接头的设置 关于钢筋接头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相应的这几种接力 接头的形式 对吧 那要求同一个钢筋一少设接头 毕竟原装钢筋要比你连接的钢筋要好 对吧 受力比较明确 而且受力较比均衡 第二个 钢筋接头应设在受力较小的区段 毕竟还是说完一句话 没有原装的好 不意味于购物件的最大弯具处 比如说我们简直量它的中部 也就是我们的弯具最大的地方 注意这点 第三个 在任意焊接或者绑扎接头长度区段内 同一根钢筋不得有两根接头 两个接头 注意这个位置 好 这是关于这块接头的设置 接头的末端至钢筋的弯起点的距离 不得小于钢筋直径的十倍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个钢筋 这块给大家展示的是个蓝色的 是我们的钢筋 那然后这个红色的点代表的是它的弯起点 而黄色的点代表的是它的一个什么呀 它的接头的位置 我们看在这说 接头的末端至钢筋的弯起点的距离 不得小于钢筋直径的十倍 那这个钢筋直径 我以D来展示 那我们看 弯起点和我们这接头位置 要大于等于多少 大于等于十倍的钢筋直径 十倍低 那我们看 可以在这种平直的位置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这种 侧向的弯起的位置 那我们有老铁说 你这钢筋为什么要弄成这样的 主要我们一些结构 它涉及到承受简粒的时候 我们会设置这种弯起钢筋 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是 桥梁中的盖梁结构 那这个盖梁结构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中给大家展示的是 这种半平面的这个立面图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盖梁 这是哪啊 盖梁下部的这个注视桥墩 这是盖梁位置 我们这么密密码网格什么 钢筋 那这里就是我们代表的这种 弯起钢筋 起到受到简粒作用 对吧 那承受简粒 我们说是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关于我们现场中 他弯起针什么样 现场主如这个图 这个图可以看到 这块弯起的这个 什么呀 这就是弯起针 那根据我们刚才所说 这个支点 涉及到你这个 接头点和我们这个弯起点 要大于多少 十倍的钢筋的直径 那我们涉及到 在哪有 在这种横向的有 那我们看 在实际上 在它这个斜向的位置也有 对吧 这里都有 对吧 所以在这里注意这个数值 我们注意 不得小于钢筋直径的 十倍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第五点 施工中钢筋受力 分析不清的时候 分不清它是受拉 还是受压 好了 我们按照什么呀 按照受拉来进行办理 因为我们涉及到 对于你这个钢筋 或者这个结构构件 它承受拉力的时候 它更容易遭到破坏 所以我们以最差的 这种承受状态 作为一个标准来办理 所以按照受拉来办理 第六个 钢筋接头部位的横向近距 不得小于钢筋的直径 且不得小于25毫米 那在这说 这是钢筋 这是钢筋 这个钢筋 这有接头 对吧 那这个钢筋 这个有接头 那我们说 钢筋接头的横向近距 也就是这块 它之间的距离 不得小于钢筋的直径 那比如说 这个钢筋直径是这块 那我们这块 一定是不得小于钢筋直径 而且这块数值 应该是什么 不得小于2.5公分 也就是25毫米 对吧 好 这是这一块 关于它的一个横向近距的 一个要求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七条 直径纹钢筋 丝头加工时 钢筋端部应采用 带距砂轮距 或者是带圆弧刀片的 专用钢筋切割机 来进行切平 那顿粗头不应有 与钢筋轴向 相垂直的这种横向裂缝 这说的什么呀 说的是我们钢筋 机械连接的这种直径纹接头 那这块 我们钢筋看什么 钢筋先进行套丝 那这个钢筋的端部也得齐平 如这头所示 我们这使用的典型的这种 带锯来进行切割 让它表面 钢筋表面要切平了 对吧 那在这切平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带锯 还有这种带圆弧性刀片 还有我们这最常用的这种脚门机 还有这种相应的这种杀热锯 都可以 对吧 给它切平之后 那我们要求顿粗的这种接头 因为我们说平常的这些钢筋 还有我们说有这种机械连接的这种直路纹的套筒 对吧 那这种机械直路纹套筒 这个套筒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同样直径钢筋放上去 拧进去 两边中间对齐 对吧 那我们还有这种什么 端部顿粗的 也就是把这个钢筋通过我们专门的设备 把它一端让它变粗 然后再给它在这套丝 那套丝之后 让它进行套筒的连接 那我们说在顿粗头 不应有与钢筋轴线相垂直的这种横向列纹 也就是说钢筋的轴线是哪 这是它的轴线 对吧 那在这里跟它垂直的 就是这个方向不得有列纹 不得有列纹 明白了 好 这是这句话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钢筋丝头的长度应满足设计产品的要求 哎 极限的偏差为 0到2.0P 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说钢筋的丝头 就是机械连接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钢筋端部要进行什么呀 套丝 我们刚才也看到 把这个钢筋端部要给它切平 然后给它进行套丝 那这个套丝的这个长度 哎 要极限偏差 因为0到2.0P 这个0到2.0P又是啥呀 这个P指的叫什么呀 这个P指的叫做 逻具 这个逻具 我们如这个图所示 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的这个丝头 这个丝头 哎 这一丝和这一丝之间的间距 这就叫做一个逻具 那也就是说 它的极限偏差在 0到两个逻具的这个范畴之内 对吧 那钢筋的丝头采用的是 专门的这种直落纹 哎 凉规进行检测 通规 应能顺利的旋入 并达到要求 拧入长度 然后 纸规 旋入不得超过3P 什么意思呢 哎 这说到的就是 你看 我们做了这个丝头 我们怎么检测它呢 我们使用的是专门的凉规 那这个凉规 我们叫什么呀 叫做 通纸规 一个叫通规 一个叫纸规 那所谓的通规纸规 我们可以看到 这叫环形的通规 环形的纸规 那在这里涉及到这个通规 我们可以看 当我们做好这个丝头之后 通规能够拧着去 对吧 能够直接把它穿过 让我们这个丝头穿过我们的通规 他说 通规能够顺利的旋入 并达到要求的拧入长度 那对于纸规而言 我们看 对于纸规 它在旋入的时候 它不能拧进去 而且纸规旋入不得超过3P 这个P同样是刚才所说的 逻距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丝头拧入进去 不得超过三倍的逻距 此时我们这个纸规 拧到这个位置 它就停了 那不超过3P 那如果说超过3P 说明什么 说明你这个丝扣 它时空的不规范 没满足要求 对吧 那这块涉及到就是通规和纸规 当然了 我们这里是检测钢筋的丝扣 钢筋的这个直纹 直纹纹 对吧 那我们还有什么呀 还有检测机器连接的套筒的 那个叫什么呀 叫做哎 我们这种塞规 同样是通规纸规 好 这是这点 那我们看 各规格的自检数量 不应少于10% 检测合格率 不应小于95% 这是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通纸规的一个检测 当然关于通纸规这个内容 曾经在2021年的一件考试中考察过 当时我们教材中还没有相应的介绍 那这里在二十年的教材中就已经加入了这个内容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八个 直纹纹接头安装室可用管前扳手来进行拧紧 钢筋丝头应在套筒中央位置相互顶紧 哎标准型正反思异形接头的这种安装 他安装后的这种单侧外露的螺纹 不得超过哎 两P 不一超过两P 那也是我们的逻具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进行机械连接钢筋的时候 使用这种套筒机械连接 我们使用什么呀 使用这种管前扳手来进行拧紧 对吧 那看作业人员在这进行拧紧 那这个拧紧的时候 我们分为了这种连接 直纹的连接 包括有什么标准型啊 正反思啊 异形接头 那标准型如这个图所示 我们看在这块标准型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机械套筒连接到一侧上 然后我们再把另一侧的钢筋 要插入这块 再进行来旋转 我们拧什么呀 拧下一侧 那这是标准型 那正反思扣是什么呀 正反思扣 我们涉及到 你做两头这个钢筋是正反思扣的 我们只要把它对到一块 对到我们的这个机械连接的套筒上 然后直接拧机械连接套筒 它就能够把两边都拧在一起 当然还包括了有加长思扣啊 还有我们这种液镜思扣 那这个液镜型呢 指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一根粗钢筋和一根细钢筋 使用特殊的套筒 让它连接成成底 对吧 当然我们要求 对于你这块要连接的时候 你无论是哪种 都应该是钢筋和钢筋连接 顶对顶 要对顶 要严密 那你看在这里要求 对无法对顶的其他直螺纹接头 应附加锁紧螺母 顶紧突台等措施 来进行进步 那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看 这个套筒连接 你的钢筋要 哎这样 连接 你这个套筒在这个位置 我们这块要对顶到一起 因为它会成熟贺载啊 那如果说你施工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 出现这个钢筋在这 这个钢筋在这 没法对顶 好了 我们可以采取的措施 一个是涉及到我们使用两端给它增加什么呀 增加它的这种锁紧螺母 哎 锁紧螺母 增加锁紧螺母 如这个图锁是 你看 这就是锁紧螺母 对吧 那我们还可以使用顶进突台等措施 那这个顶进突台实际上主要针对的什么 针对是我们特殊套筒 它中间会有一个突出的这种牙纹 这一块起到了一个 哎 让它虽然顶不到头 但是它能顶到出台的位置 也能够保证它的一个传利 那好 关于这块曾经2021年考察过 那后期我们的年份再考察 几率大不大 并不是很大 但我们也要知道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九个 直落温接头安装后 应采用扭力扳手来进行效盒 查看它的扭矩 那在这里 效盒用扭力扳手每年 哎 效盒一次 那在这里我们说 涉及到我们第一开始说 拿管前进行连接 对吧 那管前连接完成之后 我们再有什么 扭力扳手 或者扭矩扳手来进行 哎 给它施拧 让它达到它的扭矩要求 那我们可以看到 扭矩扳手 实际上现在比较高级 都带什么 都带一个小显示器 能够体现出它的一个扭矩大手 对吧 而且这种扳手我们要求 这种扳手 哎 效盒用的这种扭矩扳手 每年要效盒一次 对吧 好 就是这块 那效盒它的扭矩 需要用这个扭力扳手 而且这扭力扳手 每年效盒一次 第十个 直罗文接头现场抽样 哎 抽检项目应包括 极限抗拉强度实验 然后加工和安装质量检验 那这块 关于它的一个 直罗文接头检验的一个内容 对吧 那抽检应按检验批进行验收 同钢筋生产厂家 同强度等级 同规格 同类型 同形式的这种接头 应以500个为一个验收匹来进行验收 那不足500作为一个验收器 比如说我们这设计到就100个 那100个算不算一批 也算一批 对吧 那要是600个呢 那我们有老铁说 那这600个 我是500一批 100一批 还是300一批 300一批 那我们一般是500一批 100一批 这样分 因为我们说 以这一个标准的范畴 作为一批来进行 相应的检验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看咱们的第四个 关于我们的钢筋骨架和钢筋网的一个组成安装 因为我们涉及到很多的结构都是通过我们这些网片型结构来组装的 对吧 那在这里我们看要求 对集中加工整体安装的半成品钢筋或者是钢筋骨架在运输时应采用 相应的这些适宜的装彩工具 主要考虑的因素就是 哎 你把它做好了 你在运输的过程中 别颠来颠去 来这来个刹车 来个漂移 造成我们的这些做好的这种半成品发生变形 那发生变形之后 到了现场我们安不上 到了现场和我们的现场的尺寸不合 那都不行 所以在这里应采取增加钢度防止其扭曲变形的措施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装 哎 或者做一个我们的桥墩 它的钢筋龙 那这个钢筋龙我们想 如果单纯的做这个钢筋龙 比如说这是我们一个圆形的钢筋龙 那这个钢筋在这里 做了这些 形成这个钢筋龙 那在这我们可能运输的过程中 它可能会发生被压扁 对吧 压扁了之后 它尺寸就不对了 对吧 它本来圆的变成了椭圆的 不行 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可能会加入一些支撑 比如这个图中给大家加入这种三角撑啊 或者是巨型撑啊 都是主要是起到了防止因运输 或者搬运造成它的一个变形 哎 同样 这个原理很简单 对吧 主要是一个理解性的 我们再看第一 下边点 第一个钢筋骨架的制作安装 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 符合应符合的规定 第一个 组装实行按设计图纸放大样 放样是应考虑到骨架的预拱度 那在这里按照图纸放大样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施工的过程中并不是我们每个作业人员都拿着我们整套图纸在这看 往往我们施工作业人员比如钢筋工 他就要窝某一个形式的钢筋的时候 他就有这一块的图纸 那这块图纸是我们一般 我们这个班图长把它进行拿图纸给他放大样 把这个细部给他放出来 那这块这个图纸放大样 注意放大样的时候要考虑骨架的一个预控度 对吧 又说到一个对吧 第二个组装时需要焊接的位置应采用的歇形卡卡解 防止焊接时局部变形 主要的作用我们想 在你进行组装的时候钢筋焊接 你焊接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固定 你想你焊接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生变位 你在变位的时候正好又焊住了 是不是 它就不符合要求了 所以在这 这个歇形卡实际上就类似一个夹子的形状 在这里把这两个要焊的这个焊件的位置 把它连接一起 然后进行焊接 当它焊牢之后 我把它拿开 主要就是防止焊接时局部变形 那关于信心卡什么样的 不要求大家去专门的去看 为什么 因为在这里 我到现在找我们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照片都没有 很少用了 对吧 第三个 骨架接长焊接时 不同直径的钢筋 中心线应在同一平面上 那这块说的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 我们看在这给大家画一个钢筋网 对吧 那这个钢筋网可能它还会要接另外一个钢筋网片 那接另外一个钢筋网片怎么接啊 是不是我们说采用这个钢筋网片 这边的钢筋网片和这个采用焊接啊 或网扎把这块连接 对吧 那注意你这个新接的钢筋网片和旧钢筋网片 它这个钢筋 比如说连接的这钢筋 它要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我们说更细致一点 我们说单看这一根 是不是这一个钢筋和另外一个钢筋 它在中心在一项 那当然了 在这里我们说不同直径的钢筋中心 有大有小啊 那不同直径的钢筋中心 就是小钢筋和大钢筋 它们的中心在这 比如说这个小网片 这个大钢筋的网片 同样是中心在一起 对吧 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看第二点 钢筋网片的电阻点焊 对于电阻点焊而言 要求当钢筋网片受力钢筋为 HPB300光源钢筋 680%光源 如焊接网片 只有一方受力 受力主筋与两端的两根横向钢筋 全部交叉点 必须焊接网路 那在这说 首先他说的是 只有一方受力 我们看下边这个 那假设我们这里是一个 一方受力的 这是一个板形结构 那这个板形结构里边 它里边有钢筋 它在受到核载作用下 我们说在这里 这是这个钢筋 那这是这个钢筋 那受力筋是哪一个 受力筋是不是就这个 横向的受力筋 对吧 那好了 横向受力筋的话 我们看这个图 假设这就是这个横向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受力钢筋 是受力钢筋 那好了 这个横向受力筋钢筋 和我们这个纵向钢筋 在我们两端这些位置 都应该干什么 都应该焊接牢固 对吧 他说这是第一种情况 说的是 只有一个方向的受力的时候 受力的主筋 受力 这是我们的受力主筋 它和我们的横向钢筋 要全部交叉点焊接 那第二种情况 如果焊接网片被两个方向受力 也就是这个图中所示 当它赫载动用下 不单纯是我们这两个受力 这两面也受力 对吧 那此时我们要求 四周边缘的这些焊点 也全要 那这一块 这块要焊到 那这一块 它两侧上下这块 也都要焊到 对不对 这块都要焊到 那后边还有一句 其余交叉点可间隔焊接 或者是绑扎 那在这里 绑扎焊接相间 那在这里总结叫什么 单向双边焊 双向四边焊 那我们单向的时候 双边 双向的时候四边 那中间这些 可以看到 刚才说 间隔 在这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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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都是这种间隔焊 或者是一绑扎和焊接 进行相间的这种焊接 都可以 对吧 那在这里 这种焊接 我们也叫它什么 叫它煤花焊 是吧 或者是煤花连接 这块 是这种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当焊接网片的受力钢筋 为冷拔的低碳钢丝的时候 而另一方的这个钢筋 间距小于十公分的时候 一百毫米 那除了受力主金 与两端的横向钢筋 全部交叉点 焊接外 中间部分的焊点距离 可增大至二百五十毫米 那这个什么意思 其实在这说的有点多 我们简单的看啊 在这一方向的受力钢筋 间距小于十公分 那在这里说 我们说一方受力 这两边的 我们说都是干什么 都是进行焊接的 那它的另一方 它的另一方 另一方的间距是 小于十公分的 那我们假设第一种情况 假设它是七十毫米 七公分 对吧 那这个七公分的话 我们看 这是受力主金 这是两侧 我们都看了 那这七公分的话 我们说 他说在这里 小于十公分的话 那我们可以 把两 把这个 焊接的这个间距 中间间距 增大至二百五十 比如这是七公分啊 这是七公分 那我们说七公分 二七一十四 比如说在这里 这是一百四十 三七二十一 这一段 二百一十毫米 那二四七 二十八 到这儿是 二百八十毫米 他说 可以增大至二百五十 那到了七十 他这个原有间距 是七十的话 那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哪 是不是直接可以看到 第三个点来 因为三七二十一 这才二百一十 还不到二百五 对不对 好 是这种情况 哎 我们说在这间隔一个 那我们在这 一二三 我们在这又可以焊一个 同样 这样间隔 那我们说 如果这是第一种情况 七十 那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我再说一个数 九十 也就是九公分 那九公分 这块变成九公分了 一九的九 二九 一十八 一百八十 三九二十七 到这块就变成了 二百七十了 对吧 那二百七十 是不是已经超过了二百五十 所以我不可能在这块 那我们说 这个焊焊点 我们是不是就得在这焊了 那同样 一个一 一个九十 两个一百八 那在这里 我下一个焊点就是这里 对吧 那同样 我下一个焊点是这里 下一个焊点这里 那在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那关于我们的前提条件 还有它的一个间距 我们能够进行计算 当然这个点是一个考察的一个非常 考点非常低的一个点 所以在这里考评非常低点 在这理解意思就可以了 不要求大家非常深入的去掌握这个内容 在这里简单的理解 好 这是这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点 钢筋现场的绑扎规定 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焊接的 对吧 那绑扎其实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扎丝 一般都是杜芯的这种铁丝 对吧 第一个 钢筋的交叉点应采用这个绑丝绑牢 必要是可负义点焊 就是说 哎 绑扎的基础上 我们还可以点焊来进行固定 第二点 钢筋网的外围两行钢筋交叉点应全部扎牢 中间部分交叉点可交错的间隔扎牢 然后但双向受力的钢筋网 受力的这个交叉点 钢筋网交叉点必须全部扎牢 其实这块我们2020年考察过一个题目 那在这里说的就是 哎 无论是你这个双向还是单向受力 在这里我们说 最外围的两层 这个钢筋网交叉点 全部对扎牢 那如果说 涉及到我们这里中间部分 哎 如果说不是双向受力的话 那中间部分我们可以 哎 扎一个格一个扎一个格一个 我们属于这种 梅花形布置即可 但是双向受力的钢筋网 我们之前也看到双向受力的这种感觉 对吧 两侧哎 四边全都有 那这时我们中间的全都得进行绑扎 那在这里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2020年曾经考察过的一道题目的内容 那关于绑扎 关于焊接 我希望大家能够进行区分 涉及到这些点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道题 现场绑扎钢筋是不需要全部扎丝绑扎的交叉点 那好了 不需要注意 他说的是不需要 对吧 那受力筋的一个交叉点 那一定需要绑扎了 对吧 那我们说无论你单向双向是不是两侧的受力的这块都得绑扎 那第二个单向受力绑扎片外围两侧的钢筋交叉点 那单向受力外围绑扎是不是都得绑扎 这圈都绑扎 C单向受力钢筋中间的部分交叉点 那刚才说了 如果说是双向的中间是全部都得绑扎 但是单向的中间可以进行交叉的进行绑扎 而且我们可以说涉及到煤花绑扎的形式 所以这块直接选择就是思议选项 第一双向受力外围绑扎片的交叉点 刚才说这个是全保 对吧 所以这道题选择就是思议选项 这是我们2020年考察的 关于钢筋的内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三个 关于我们这个粮柱的钩筋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说这个钩筋钩筋 刚才也说到 钩筋钩筋柱柱的是主筋 对吧 那主筋它不是说一根 那我们说可能会涉及到多根 往往在我们的这种粮柱的位置 涉及到有多根钢筋的时候 哎 有固筋 那我们说要求 除设计有特殊要求外 应于受力钢筋垂直设置 固筋弯钩叠合处应位于梁和柱角受力钢筋处 并错开设置 同一截面上有两个以上的固筋 大截面梁和柱处外 什么意思 我们看 关于这个图 这个图中涉及到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柱 对吧 那柱这里是什么 竖向的 这是我们的柱筋 那这个柱柱我们主筋的 这就是柱筋 对吧 那在这里同样之柱 如果说是梁的吧 哎 这横向的梁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主筋 对吧 那这里这一圈的 这就是柱筋 那两个柱 哎 这块可以看到 柱筋和受力主筋的一个位置 那他又说到了 这个柱筋的弯钩叠合处 应与梁的柱角和受力钢筋处 那什么意思 我们想 关于这个柱筋 他这柱筋就是一个方块的柱筋吗 哎 完事了吗 我们对于钢筋 他还有弯钩呢 对不对 那刚才也说了弯钩的直径 相关的用 那这个弯钩设置在哪 如果说设置在我们这种 巨型柱 这些柱角 那在这儿可以看到 哎 这是不是我们的钢筋的位置 主筋的位置 那这个柱 这个钩是不是就在我们的柱角的位置 对不对 哎 我们的边角位置 这是说的什么 有这么四根的 那我们说 如果你这个受力的主筋有多根 哎 比如说这种情况 哎 我们这是四根 对吧 他六根 哎 他还可能是八根 那他这可能是涉及到 哎 他的骨筋就是这样设置的 哎 这样设置的 那说这种 哎 我们要求刚才说 在这柱点位置 而且我们还要求什么 还要求我们上面的骨筋 和下面的骨筋 他这个弯钩的位置应该错开 哎 这个在这儿了 这个弯钩都不能在这儿了 他的可能在这儿 对吧 这里上下错开 以及在位置 那我们说 那对于我们说 他还有另外一句话 同一截面上有两个以上骨筋的大截面梁 柱出外 那刚才说到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同一截面上 有多一个多个骨筋呢 那这里不见得就飞在我们的这个柱角处有这个骨筋的弯钩了 也可能在这块有 对吧 那我们这个图中其实就展示出 哎 我们这是八根主筋 我们这里这块 哎 这有一个骨筋 那我们这块也有骨筋 那我们这个骨筋弯钩的话 也可以设置在这个位置 对吧 好 是这一点啊 这是关于我们的骨筋和主筋 要知道是哪 对吧 包括这是我们的梁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收力主筋 这块位置就是我们的骨筋呢 对吧 好 我们再看第四点 第四点我全画黄了 那这一点实际上是一个结构性的内容 我们看 巨型柱角 它的一个竖向钢筋的弯钩平面 与这个模板面的夹角 应为45度 这块说的什么 我们首先先理解这个点 弯钩平面 什么叫弯钩平面 一根钢筋 这是一根棍 对吧 那这根棍还有平面吗 我不知道哪个平面 但是通过弯折 是不是能够形成一个这个面 对吧 那形成这个面之后 我们想 这是这个钢筋 我在这画一个 哎 截面图 把这画这么一截 我们看 内部位置 这是钢筋 对不对 这是钢筋 那这个钢筋 是不是弯折起来 是不是它就形成是这样的 弯折是这样 那这个钢筋弯钩 这个弯钩就代表着这儿啊 我们现在从这截面 这样往下看 看的是这样 那我们说 这个弯钩平面和哪 他说和模板的夹角 这个夹角是多少 45度 哎 就是这个 好 这是第一句话 我们再看下一个 多边形的柱角 竖向的弯钩平面 应朝向断面中心 那同样还是我们知道 这个弯钩平面 那这是 锯形 四面 我们再画 我们画的这是几边形啊 12345678 这是八边形了 那八边形同样我们在柱角都会有钢筋 对吧 那这个钢筋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 哎 他都会有弯钩 那这个弯钩弯的咋 他会指向哪 他会指向中间的这个中心 指向这个中心 对吧 朝向圆心 那指向这个断面中心 那圆形柱所有的竖向的弯钩 应朝向圆心 你想 我这是八面形 我16边形 我直至变成圆形 是不是他都是指向他的一个圆心中心的位置 好 那小型截面柱当采用插入式振导器时 弯钩平面与模板的夹角不得小于15度 但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哎 你这本身是45度 你这为什么又不得小于15度呢 其实他说到了 哎 可能是由于我们这个截面较小 你如果说设置45度 他中间这个空气就太小了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 那有一定的偏差 我们又考虑到 我们后期需要什么呀 需要我们使用插入式振导器 我们还要用振导棒 把它插入进去 在底下振导呢 那你如果说都朝向中间 你的截面又小 你振导是不是下边就振导不到位了 那振导不到位 下边我们不觅食 后可能会出现什么 漏筋呢 我们这底下松散等等问题 所以在这这这段话 主要是一个理解性内容 那其实我们涉及到 关于你这个弯钩平面搞清楚了之后 其他的都就清楚了 那关于我们这15度原因 也是出于我们为了振导觅食 而专门这么设置 对吧 那当然了 在这看 我们关于这个钢筋 从上向下看 哎 他的形式 也看到我们实际上这个图中 关于固筋 哎 这也是有同一截面上有 不是不单纯的一个固筋 有两个固筋印象 对吧 好 这是这一块 我们再看第五个 绑扎接头 搭接长度的一个范围内的一个 固筋间距 好了 说到固筋间距啊 那我们看这个图中 这里是我们的受力主筋 那这个受力主筋 这些细的这个钢筋 就是我们这个固筋 对吧 要求 当这个钢筋受拉时 应小于5倍地 且不得大于100毫米 当钢筋受压时 应小于10倍地 且不得大于200毫米 说的就是我们这个 固筋之间的间距 对吧 那当然了 关于这个地 说的是什么 说的并不是天 是我们的钢筋直径 对吧 5倍的钢筋直径 不得大于10公分 那10倍的钢筋直径 不得大于20公分 说的是我们的受拉状态 和受压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往往受拉的时候 我们要求它密一些 对吧 是这个 那我们再看第六个 钢筋骨架的多层钢筋网之间 应用短钢筋进行支电 确保位置准确 主要考虑的 哎 我们涉及到 可能这个结构 我们涉及到 它有上下层的钢筋 那这个钢筋 往往我们安装的时候 还好一些 当我们进行胶筑混凝土 或者在上面进行踩踏的时候 就会造成我们钢筋发生变形 它中间的间距不符合要求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有什么 短钢筋进行支电 哎通过焊接把它进行支电 确保位置准确 而不至于我们在胶筑混凝土 或者是进行 行走的时候 把它的位置造成破坏 那位置造成破坏 回头胶完混凝土 它的钢筋可能保护层 就会受到影响 对吧 就这个 那当然了 在这里我们还有其他的形式 比如我们这种马当金 还有我们这种相应的 这种垂直垫块 等等都可以使用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刚才说到的这个保护层 那这个保护层 保护层 保护的是啥 保护层 保护的是我们的钢筋 能够被混凝土包裹 而不至于外漏到空气之中 不会受到水 或者是空气的影响 发生嗅饰 哎 这个保护层的作用 知道了 那我们说 这个保护层还要满足 它相应的hold要求 对吧 那在这块给大家展示的 哎 这是我们刚才看的典型的 主金 收立主金 这是我们的孤金 那我们这个 就是混凝土 那这个和我们的混凝土外面和这个钢筋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保护层厚度 对吧 那关于这个保护层厚度 哎 我们说在这里 这个图也是这样展示的 哎 我们相应的保护层厚度的要求 必须符合的规定 哎 我们符合设计要求 设计没要求的符合的规定 第一点 普通的钢筋和运用力直线型的钢筋 最小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不得小于钢筋的工程直径 说白了 就是哎 我们的厚度不得小于钢筋的直径 哎 工程直径 那厚张运用力直线型钢筋 不得小于其孔道直径的二分之一 这块我们还没有学 因为我们涉及到厚张运用力结构 它要在我们钢筋施工的时候 在里边安放什么 运用力孔道 那运用力孔道后期我们穿设运用力金 那运用力金在这块里边要求 运用力直线型钢筋 不得小于其孔道直径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保护层 孔道直径的二分之一 哎 就这块 第二个 当受拉区的主金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大于50毫米 也就是五公分 那在这我们想 这是钢筋 对吧 哎 我们说这是钢筋 那我们说这是混凝土 那这里 钢筋和混凝土 这个保护层厚度 如果说 没有 不行 那你太厚了 五公分 拿手笔回一下 五公分 五公分这么厚都是什么 素混凝土 那后期容易发生 开裂 那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求在这里 应在保护层内设置直径 不小于6毫米 间距不大于100毫米的钢筋网片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加设一层钢筋网 哎 防止发生开裂的 对吧 第三个 钢筋机械连接是连接件 最小的保护层厚度 不得小于20毫米 那在这 机械连接 我们说到什么 套筒连接 对吧 那在这里 关于机械连接件的最小保护层 也就是说 在这 我们看啊 这是钢筋 那这个钢筋 这是套筒的位置 那我们说 这是混凝土面 注意他说的是 机械连接的位置 这一块的保护层厚度 不得小于 两公分 第四个 应在钢筋与模板之间 设置电块 电块应与钢筋绑扎 牢固 这个错开布置 那主要起到的就是 哎 在这 比如我们这绑个电块 绑个电块 主要起到的就是 我们胶筑混凝土的时候 是不是这块是模板呢 那这个模板 是不是通过电块能支柱 如果没有这个电块 我们想 在胶筑混凝土 你钢筋可能会 靠到我们的模板上 那它保护层厚度 一定不够了 对吧 所以在这里 钢筋的这个保护层厚度 通过电块的数量 位置 牢固的程度 来调整一下 对吧 好 这是这点 那对于这里 给大家说到了 关于我们的钢筋施工 那我们接下来 还会给大家介绍到 关于我们的 混凝土施工 相关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